圣主愿我的祈祷上达与你台前 求你自耳俯听我的呼喊 因父及自己生辰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生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莫早安 今天的读经义是从智慧书 这个智慧书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的 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与天主的 我们的生活与天主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 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的尤其是美色武书 他教导我们 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应该是有太人 与天主的关系 有太人与别人的关系 有太人跟天主所许诺的将来所得到的土地的关系 那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智慧书要劝 有太人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与天主的关系 那智慧书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爱争议 对上主要有正确的概念 要以诚服的心去寻求上主 我想这样的规劝也是劝我们 现在我们也对天主应该有正确的概念 我们以诚服的心态去寻找天主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主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认识的天主 求你剩除对我们无力的一切障碍 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 均求你的诫命 奉行你的旨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旨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阿们 公读智慧书 统治世界的人们 你们要爱正义 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 要以诚谱的心 寻求上主 因为凡不试探上主的人 都能找到他 上主必将自己 显示给不拒绝信仰他的人 邪恶的思想 使人离开天主 愚人试探全能者 只有使自己蒙羞 因为智慧不进入心术不正的灵魂内 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 失讯的圣神 远避欺诈 远离无知的思念 不易突然来到 他必斥责 智慧是爱人的神 他必惩罚 口出咒语的人 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 切实监视他的心灵 聆听他的言语 因为上主的神 充满了世界 包罗万象 通晓一切语言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求你引导我 迈向永生的道路 迈向永生的道路 上主 你洞察我 认清我 我一举一动 你无不深知 你在远处 也透彻我的心思 我或行或止 你明察无疑 我所作所为 你都熟悉 天主 求你引导我 迈向永生的道路 我的话 尚未出口 上主 你已知晓 沾之在前 忽焉在后 圣守所指 不离左右 你的知识 深奥无比 为我确实 高不可及 天主 求你引导我 爱向永生的道路 我到何处 才能躲开 你的神能 我到何处 才能逃避 你的面容 我到天上 你已在那里 我潜入 英府 你也在那里 天主 求你 引导我 爱向永生的道路 我若正义 飞往 日出之乡 我若顿机 吸引于 辽海之冰 你的手 仍在那里 引导着我 你的右手 依然 紧紧地 握着我 天主 求你引导我 爱向永生的道路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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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世界上 要坚持着生命之言 像明灯一般照耀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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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十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那十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 把一块魔石淘在他的脖子上投入海中 比他是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跌倒还好 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 你要归劝他 他如果后悔了 你就宽恕他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到你那里说 我后悔了 你也总要宽恕他 总徒们对主说 请加强我们的信德 主说如果你们有像这菜籽那样大的信德 即使对这颗上述说 你脸根拔出来 一直到海里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 上述的圣言 祝福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祝福平安 刚才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 前面 耶稣跟门徒们讲 说如果你们是一个人跌倒 最好用魔石套在他的脖子上 掉到海里 后面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你要宽恕他 这两个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前面的他也是犯罪嘛 他让别人跌倒 他也是在犯罪 后面他犯罪求宽恕我们一定要宽恕他 那为什么前面的他犯了这样的罪 我们没办法要宽恕他 而是要把他丢到海里呢 差别 后面是一个人他自己犯罪 他自己犯罪 他对你做了一些让你不开心 或是得罪了你 其次来到你面前 说我对不起 我后悔了 你要宽恕他 前面的是不一样 前面的不只是他自己犯罪 但是他还引起别人犯罪 那这个的罪就是双倍的罪了 那这样的罪就是耶稣才说了 你要把这个人要用那个摩石 淘在他的脖子上 投入海里去 那这个引起别人犯罪是有很多很多的 我想是我们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引起 我们是当做一个绊脚石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让别人 我们是误导别人 别人以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以后他们就跟着我们去做 别人跌倒 是我们立了坏榜样 保禄 他在他的书信里面 他也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在格林多前书 他告诉别人说 你们不要吃 那个献给神 别的神的肉 那这些人说 我们知道没有其他的神 根本是没有 这个肉是我们可以吃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只有一个天主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 别人 他们相信 尤其他的神 所以他们是 如果他们在别人吃了这些肉 他们让别人跌倒 所以保禄 耶稣他所讲的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生活 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误导别人去犯罪 那这样的罪 那这样的罪是 双倍的罪了 以后 耶稣后面的说 如果别人 他自己单独的一个人 他犯了罪 到你面前 求你宽恕 你一定要宽恕他 一天当中 如果他其次来求宽恕 你要宽恕他 其次 那我们想一想 一天 这个弟兄 如果他每天有其次 得罪我们 一个礼拜 我们要宽恕他 有多少次 门徒们 他们看到了这些 他们就觉得 我们可能是真的做不到 要宽恕一个人 宽恕这么多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他们就一起呼喊 主啊 请你加强我们信的 我们信的不足 我们信的不够 我们只有 靠天主的力量 我们才能做这些 宽恕别人 那耶稣的回答 说如果你们的信的 就是小小的 像杰菜类一样 你们不但是 能够宽恕他 你们命令一棵树 要移到海里 或是移到其他的地方 甚至把海 要移到其他的地方 山移到其他的地方 这个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们有信仰 小小的也好 但是我们看我们 可能真的是 我们的信仰是不足 我们真的是可能 像宗徒们是一样的 我们求天主要加强 加强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我们的身边 他们可能也说了一些 做了一些 我们真的是无法去 宽恕他们 不需要其次 来到我们面前 一次也够了 但是我们可能也做不到 我们祈求天主 要加强我们的信仰 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能够做到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绝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宠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以及诸圣人圣女的皇家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勿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使用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使用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用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仇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所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王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鼓我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与诱惑 但求我们愿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去求主 为我预备到路 我去求主 为我预备到路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